结婚三年了 大佑买的房子到现在也没买 还什么事都停在家里边呢 什么事都不过商量 为了这个家我都操碎了心 还被埋怨 这样在一起过日子 我感觉太辛苦了 结婚以后做生意哪里都需要钱呀 买房子的事情可以还一下 家里人都也不是为了我们好 有些事情跟他们商量 难道不应该吗 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努力 你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 有请这对夫妻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31岁 来自郑州各体有请 女嘉宾许女士35岁 来自郑州各体有请 欢迎两位啊 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呢 两位 说实话我们俩就是 相当于自谈的 就通过我姐认识的 结婚的时候 彩礼 三斤房子什么都没有 裸婚 就是裸婚 然后我老公结婚前说的 他说就是结完婚之后 我们就是共同首付 在正中买个房子 三斤彩礼 他当时说的就是 从我们店里面出 共同开的那个实体店嘛 我说那也无所谓是吧 既然过了也是我们的 就是从店里面出也是我们的 我说不过就不过吧 然后就这婚礼办了嘛 婚礼办完结完婚之后 我提了两回房子 他也不往上提也不说了 反正就是结完婚了呗就这样了 就也不买了也不提了 除了房子之外 这个婚姻还有哪些冲突和矛盾 除了房子之外 你看我们刚开始开实体店 这个东西 本身就是白手起家 说白了就是啊 都是自己创业 这个实体店还没开两年来 我说先稳定一下 他们听到一个朋友说 浙江这边好发展 意思说来浙江这边 刚开始也是给我说两句 提两句 我就没当回事 我说他就说说啊 谁知道他当真了 有一天早上 他早上八九点起来就说呀 说那个哥说等会过来 我说那你想好了 我说这本身这么大压力 你再去浙江 那压力更大 他说那我先去看看 他刚开始这样说 我说那去看看也无所谓 去吧 来到浙江这边了 不是来看看了 来到这边就要 就是扎摊子了 什么就要整了开始 刚好有这个机会 他们做了很多年了 刚好他们也愿意带我 过去实体店开在哪 开在郑州吗 在郑州开实体店 然后发现浙江有一个机会 您就想去浙江开店 是这意思吧 开厂嘛 那边 开厂 开了吗 开了吗 他同意了吗 当时他也没说不行 就是说一定不能去这样子 确实比批发要好一点 我先过去了 刚才他不是提那个房子的事情吗 那我肯定想着 是吧 本人承诺了他了 那完了 那我们写完婚 也没给他实施这个房子 买的这个计划 有好的机会赚钱 我想着赶紧多赚点钱 买个房子 这样的 其实房子呢 我们老家也有的 所以说嘛 他一说我做什么事 也不顾及他的感受 就是直接做什么 做什么 直接都走了 那我不是还是为了 以后的生活好一点 对不对 你看他来到这边的时间 都不跟我商量 来到说是来看看 都已经整了 那我也没办法 那只能这样了 我们也开乐场 做这个服装 他得有找面料 找板 然后服料 什么东西都得有嘛 他什么事 不跟我商量 什么事都要听家里面的 就我那大姑姐嘛 他上面三个姐 什么事都要听他姐的 打个比方 他姐说 这个板好 这个板好看 或者这个面料好看 一塌慌的 又去找 又去怎么 因为我刚开始来 我不太懂这个东西啊 因为从时间 到这个加工什么东西 太琐碎啊 我不太懂 那我只会看板呀 打个比方 我看上这个板 我说这个板好看 他说我眼眸不行 我眼眸不行 就少做一点嘛 少出一点啊 他不 他照那两个 你要觉得好看 你自己去找面料 就这个样子 你说你生气不生气 那倒也不是呀 这个 你毕竟我姐 他们做一二十年了 他从零售做起 是不是 他这么长时间 他沉淀了 肯定比我们 我们要好得多呀 我们才做了几年的 不是说 听他的 不听你的 你说我们这个厂 赔不起 你开发一盘这个货 那我们卖不掉 甚至说一个季节 我们就没钱了 所以说这前期 肯定也要听 我姐他们的 那最后过个几年了 是吧 我们资金多了 我们想自己来弄 或者你想弄 开发一盘货 那你也可以开发的呀 又不是说 不让你开发 那你开发可以呀 你不可能说 一辈子都靠着你姐吧 对不对 我又不说全部 打个比方 这个季节出二十个半 我又不说 这全部我来操作 我这时候 我看上一个两个 你都不愿意 一个两个亏钱 那不是也不好吗 是不是 有能力的人 来操作这个事情 那我们 在家人 我们慢慢学习 这样不更好吗 应该在现实生活中 在你的心里 你先生跟他姐姐 或者婆婆之间的关系 应该挺好的 对吧 他就是什么东西 都不给你站到一块 唯你说一个字都不会 不是说 有时间给我家人 站在同一个立场 有时间 你想我有时间 到那个 火州行中那边 出差回来了 到家里面 饭饭没有 菜菜没有 要么你自己做一点 要么你自己出去买 说一次是这样子 两次是这样子 我都感觉不到 家的温暖嘛 你说我都有时间 我都不想回家来 你说说 他我管什么 他不想管 做个饭 他说做饭这个事情 我也不是不做 我也做了 他有时间 又是好吃了 不好吃了 他就给你甩脸子 有时间 这个样子 你说你还想做吗 你做了 他高兴吃 不高兴 他还给你甩个脸子 就这样 然后后来这没办法 厂子里面活又多 原来实地店 活也多呀 你厂子里面 活更三岁 然后后来忙得很了 我就是做了 我也不是一直没做 做了几回 要不他做饭 我再忙其他的 是吧 然后后来不行 实在忙得太狠了 然后我婆子过来了 原来我们就是谈到时间 也没跟婆子生活在一起 也没有什么 毛泼的意思 对吧 也没有矛盾 什么也没有 就没有过节 然后我大姑姐 还有他三姐 都过来了嘛 你看我刚开始 都开开心心的 我三姐做饭 然后我刷我洗 我也又不是那懒人 是不是 然后她就该 有时间 她要不打游戏 要不有外边 有事情或者浮料什么 她也找一下 也整一下 就这个东西 然后三姐 人家家也有家庭 郑州也该回去了 那个时候啊 然后我婆子 就开始做饭了 你看北方人 说是喜欢吃面条 但是呢 我从小不怎么喜欢吃面条 我婆子是 也不是说我去抱眼毛眼 她说左一顿面条 右一顿面条 我也没坑 我不喜欢吃 我就少吃一点嘛 我婆子也没说什么 就做了一个星期饭 她倒不愿意了呀 她说 我看你这几天吃到少呀 你不喜欢吃我妈做个饭 我说没有呀 这天气热 我不喜欢吃 我就少吃一点 你看下一句怎么让你更气烈 你不喜欢吃不喜欢吃 不喜欢吃明天你就自己做 我只是说 我说这个饭你不喜欢吃 你明天你来做啊 那你说的语气 你当时就 就比较吃了人似的 给我下马胃 你别欺负我妈什么 就意思 我还没有呢 也不知道人呢 你自己想的 我怎么可能那样子说了 对不对 你这说的这个 真的我也 那我又不是三个小孩 听不出来那语气得了 你说在场里面干活都无所谓了 她就说最近不知道 一年多吧 跟招了迷失的 就说天天 弄个那个 那短视频那种 去这里玩 就说拍一些 去那里拍一些 就跟那个异性在一起嘛 我看着我都感觉挺不舒服的 这啥情况 你说的 那我就是平时 就是喜欢拍那些段子 什么东西嘛 那问题就是 跟人家拉拉扯扯 今天跟这个人 两个人要搭档 做一个夫妻 跟那个人要做一个朋友 这样子 我都感觉 我说场里面也不管了 这一年多 你说就不好听 那人家也有家庭 你像我也有家庭 人家有的都有孩子 你像我也不可能呀 也不是那样的人呀 你像这都给过路人上 说就不好听了 就是我今天 给这个合作完了 明天就 就不一定 这多少年 不一定在见面的内容 您拍短视频 都是些什么内容啊 那就是什么内容都有 就是家常里短了 然后就是 情侣了什么都有 对呀 您如果您拍点 谁给您拍呀 拍是就是 我们有那就是 就是一组人嘛 多少 几个几个人那种 那我也不知道 就是一组人 就这样子 每次问都是一组人 那就这样子 这个话听起来是吃醋了 男人嘛 不就是是不是 那我一看 我就有点生气嘛 就这样子 我说咱们这个厂 我说现在做的也 就是说不好吧 但是也也不错 是吧 我在你说 你在努努力 就说你想搞这个直播 也可以 那我们办公室 就装修一下嘛 从这你就说 可以做我们产品 他反正也说不好 我为啥要 有时间要出去 不愿意在厂子里边待 为啥 那还不 还不是因为 就你跟你妈 一说都都站到一起 你看有一次 更离谱的是 你说我们家里面 咬个小动物 就养个小狗 养个小狗不说 还是他喜欢的 我老公啊 他喜欢的 不是说我要养的 我之前原来 没有过这个爱好 那养的小狗 你看从小开始 生了养大 那一岁多 他淘气 特别是冬天 他特喜欢咬那毛毛 那拖鞋 衣服 他特喜欢咬 我也打他呀 但是我婆子不行 我婆子打他 黑护他不说 他照嘴打他 你说那个小动物 他一岁多 他懂什么 我不是说给人比 没法比是不是 但我从小 给他养大大的 也有感情呀 是不是 他照嘴打 刚开始我都不吭气 然后我都跟他说 他不愿意 那我妈你管他 那么多干嘛 他打一下又没事 那照嘴打 我肯定受不了呀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喜欢动物 还是不喜欢我 那你想一下 就说三年了嘛 我们 我妈的意思 也没要个孩子 是不是 你天天弄个狗 他养了三只狗 哦 说这样子 就说看到 可能心烦一点 那也正常 是不是 所以老人家实际是 拿打狗来说事呢 是吧 打给你们看呢 是吧 我感觉 就是这个原因吧 哎 你想要孩子吗 也想要嘛 这都三年了嘛 啊 你肯定不愿意要 对吧 我现在不想要 如果现在有房子的话 要吗 那现在有房子 你说这家庭 这矛盾这么多 他改不了 你说这样 你不是说 对我们两个人不负责 对孩子也不负责 我敢生吗 哦 你说是不是 所以其实 并不是一个房子的问题 对吧 我要刚开始要求房子 我刚开始 你不给房子 我就不结 结完了之后 我也可以不过 对不对 但是现在过成这个 三年过成这个样子 你还想跟他过吗 他这 他改不了的话 我不想过 您希望他改哪几点啊 他起码 就什么事 跟我商量一下 然后你不要说 你家里边人 是你家里边人 都是你的家人 我结婚了 说句不好听 我也是你的家人 对不对 要把你当家人看 哎 他说当自己人的话 一直我感觉 都是让他当自己人 他说这个话 你还想过吗 想过 肯定也想过嘛 毕竟这么多年了嘛 如果希望妻子改进的话 你希望妻子改进什么 大家就是说 到时间要个孩子 别的地方就是说 拍那种 我感觉没什么意义 就是在厂里面 大家都把这个厂弄好 听明白了 生个孩子 别的都没什么 生个孩子 相夫教子嘛 是不是 这还真出事 三年曾经多么的相爱 裸婚就嫁 那是对你的信任 对吧 三年日子过起来 是越过越委屈 越过越心寒 承诺我做了很多事情 你没做到 我寒心了 现在你又逼着我生娃娃 可能我担心 生娃娃以后 日子会变成啥样 对吧 有点不敢想 对吗 好吧 那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走进丘比特问卷 黄文庸 刚才他说你 什么事情都听你们家里人的 我们现在确实 有一些男生结婚以后 对自己的老爸老妈 依然言听计从 对自己家里人特别尊重 他认为 他认为 这就是亲情 这就是孝顺 但是你这里情况 还有所不同 比如说 听你姐姐和姐夫的 这个我倒认为 女生 他并不是 纯粹的听家里人 这是在听经验 但 他伤心的是 你事事都不尊重 他的意见 事事都不和他双两 他感觉在这个家里 我变成了一个外人 这是很孤单 很孤独 很双心的 你明白吗 听家里人 也不妨碍你 尊重妻子的意见 多和他交流沟通 我想 这也是能做到的 说到不生孩子 他为什么现在不愿意 生孩子 已经35岁了 那么作为丈夫 您更要明白 妻子不愿意生孩子 根本不是 您没有兑现买房的 这一个承诺 更多的是 他对自己丈夫的失望 甚至 对你们这一段婚姻 他没有自信 所以你们两个人 虽然已经是夫妻了 但是这些矛盾和问题 如果不正视 那一定会出问题 明白吗 谢谢宝宏兄 周老师 我想问一下男生 你们家人 看得起这媳妇吗 看得起 真的吗 但是你当天早上通知她 立刻就要走人 就跑去开始做生意 你没有把她当一家人 如果是开公司 如果是你要做生意的话 这是动用你们两个 共同的钱 对吧 对 是你们的夫妻店 对吗 那不是应该跟她商量吗 你直接一句话 你不懂 我姐也懂 尊重吗 这不是尊重啊 所以我觉得看到现在 你们家人包括你 你根本就没有瞧得上 这个媳妇 如果你真是有半点 把她当做妻子 你就应该万事 跟她好好商量 平等对待 至少有一颗尊重之心 至少在你妈 跟你媳妇 因为狗的事情 吵了架以后 你背弟弟 你也得安慰一下她呀 你没有 你无所谓 所以男生好好想想 如果你真的是 为了这个媳妇好 真的是想要结婚 那就成为一个 真正的结婚的男人 先把你的小家守好 再说你的大家 如果你的胳膊手 都在你的大家里面 这个小家一定保不住 同样我想跟这女生 说一句话 你步步退让 步步退让 所以退让到现在 彩礼 还是从你们两个 共同经营的公司里边出 对吗 本来就应该他们说啊 多多少少没所谓的 有人出一万八 也算彩礼 有人出三千 也叫彩礼 多少无所谓 关键是那个心意在 你倒好 我不需要 没事 房子没有无所谓呀 我慢慢等嘛 主要是刚开始 然后跟头部在 你别刚开始了 就是因为你自己 没把自己尊重起来 所以人家不尊重你 你赢所当了 所以女生一想想 如果未来 你真的想把这个家操持好 你也有一个 女主人的样子 好 面料我不懂 款式我不懂选 我去请教啊 这是你们的店 那我去请教就好了 抱着学习的态度 真诚去请教 姐 这个登记怎么选 我应该怎么做 你得有一个 女主人的态度 你才能跟她 真的把你们 店经营好 把你们家经营好 置气不能让 家变得更好 置气只能 让你们关系更糟 你们两个人 如果真的想 把家经营好 如果真的 未来想买房子 就踏踏实实 投入在你们的 公司当中 先把公司搞好 别再搞泪哄 谢谢周老师 曲总 你说我问你啊 现在这个生意 你赚钱吗 比我们在郑州 好多了 好多了 是吗 对 那这一点 老公的选择 对还是不对 是对的 要不要感谢 她的姐姐 我感谢 肯定要感谢 但是你想感谢 也不耽误我 自己去找板 找一个两个呀 对不对 就说你就揪住 这个板的事了 对吧 你不可能试试 一辈子 就是看不起你 就是把你排除在 家人以外 是吗 对对对 啥事都不跟你商量 也不跟你说 那你为什么不能 你想插一句 他就怼你 那你能不能出来 出来自己做一份 自己觉得能做主的 自己擅长的工作 不就可以了吗 那我就想出来 拍这个段 他都不 他不愿 他不乐意 哦 好的 那就是另外一件事 你想出来吗 我想出来啊 我找工作的话 你要我们这干 实体店 家开场 这五六年了认识 就是给别人再去 打工 你意思 没那么自由 可能是 和他聊过吗 我跟他说过呀 他的意思 让我出去 就是打分小工 就是职员 就是同意 让你自己做 对不对 对 好的 可以 就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能达成一致了的话 你们的问题很多 就解决了 因为现在 你的确是 你们甭管是资源 还是经验 就是依附于 他们家里人的帮衬 才做得如此之好的 是还是不是 是 对 帮助肯定是 所以 如果 那不是姐姐啊 那是客户在帮你们 那是外人在帮你们 你会不会就觉得 哎 应该我得感谢 哪有半点的埋怨 对吧 所以你们就在一起 做家族的企业的时候 你就有时候分不清楚 到底我是在跟 帮助我的贵人说话 还是跟我们的家人说话 所以这老是办不清楚 同时 你和他在这个业务上 到底是员工跟老板说话呢 还是 妻子跟丈夫说话 总之 总是在混乱 你们角色混乱 导致于你们里外不分 导致于你们现在矛盾的增加 所以最好的方式 在事业上做一个切割 没有那么多的利益的签除 你就会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的分开了 不管做什么 先从分开开始 再去商量 下一步再商量 我做什么才能挣到钱 对不对 你的短视频 你只是喜欢 还是觉得 这是可以有 有挣钱的前途 可以当事业去做的 这你要去判断 明白吗 我们去做吧 谢谢曲总 刹那老师 一个男生 从小上面有几个姐姐 撒姐姐是吧 撒姐姐加一个妈 看着一个最小的儿子 长到大 她被保护得太好了 然后这个时候 娶一媳妇 这媳妇过了 还要争夺 家庭女主人的权利 怎么可能 你一个人抗衡四个女人 你想啥呢 你嫁进他们家之前 你就应该认清现实 认清你以后的路 你除了融合 听他妈和他姐的话 没有别的选择 你还想自己单挑 对付他们四个五个人 没有那个能力 姑娘 你以为说 她当年答应你买房子 然后现在又不买了 是她一个人能做得了 主能决定了吗 上面四个女人呢 再加上现在 你又不肯生孩子 人当然想到 换一个媳妇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 那个智慧和那个能力 这个矛盾是根本调和不了的 接下去的日子 是过不下去的 你要学会 选择了这样的家庭 就要想办法 能够让自己融入 这样的家庭 而不是让别人接纳你 人家都已经 形成祸器几十年了 你现在让人改变 完全不听妈和姐的 完全听你的 怎么可能 所以首先第一点 这日子想要过下去 不是让她改变 是你改变 你想办法去融入 她的姐姐和她的妈妈 第二点 孩子想不想生 谁都没有办法做这个主 只有你自己内心 能够做这个主 你想要当一个母亲 你想要成为一个孩子的妈妈 你才会去生这个孩子 所以你的人生 怎么走 就看你自己想要 什么样的生活 至于家庭的矛盾 怎么调和 只有靠你的智慧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我看就是一个认知偏差 您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 你把她弄混了 我既想要做这个家的女主人 我还想做这个公司的女主人 谁认定你就是这公司的女主人了 认清楚第一点 能认清楚不 婚姻是婚姻 公司是公司 然后如果想参与的话 那不就很简单吗 一两个板是要的是什么 你能说的没错 我想学习 我们不能总依赖她 做个小部门 CEO同志 给她去发展 你这个部门的权限 就是一两个的权限 你的预算就是这么多 从头到尾让她负责 这可以 完了吗 第二件事 拍段子是吧 您不是职业演员吧 不是 业余艺好者吧 对 所以为了家庭和睦 老公要是特别介意的话 能不拍吗 可以不拍 OK吗 这事又解决了吗 那剩下的事就是 生孩子的事咱们可管不了 你们夫妻感情的事 跟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就解决好这两个问题 然后想想沙纳老师 那个最现实的建议 跟他妈和他姐的关系 在这个家庭 很重要 自己琢磨吧 一起进入 真情有什么 其实你看像这么多年 我们谈了三年 结婚三年 像这么多年走过来了 反正是生意 差不多上正轨了 然后是我们不能因为 这些小事情 那这种脾气 你说对不对 你说的那些 我就是说话 不像你了什么的 你也知道我这个人 不会说很会在意那种细节 也不会说是 科医的调节 科医之间的矛盾 我们尽量 活在一起住 能不能给个机会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回吧 给机会就出来 不给机会就不出来 谢谢两位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咨询 记住啊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看看妻子愿不愿 给丈夫一个机会 继续的去磨合 来 请开门 这是什么 我 这应该是我觉得啊 我陆爱宝 这么多年 第一次这个结局 我没有 我没有想到 这男生准备离婚了吗 如果这是他 出于他本意选择的话 这人生意永远做不好 因为等于在 今天的现场 所有的交流过程里 他一直在说谎 他每一句话 都是谎言 他没有坦诚的 面对这个女人 包括到最后的时候 而且他不尊重人 这个对他 妻子来说 太不尊重了 你可以说 我最后让我 你给我一个机会 你没有表态 所以我走了 面子那么重要吗 那说明你不爱他吗 结局就是这么一个结局 我们搞不懂 是因为我们相信了 他曾经说的话 所以我们会搞不懂 他所做的选择 人生这样的事太多了 意外吗 不意外 我们不意外 但是这个能让你看清一个现实 他不够尊重 仅此而已 其他的我们不好说 谢谢您能到来 然后生活的路 您自己去选 自己去走 祝您好运 好 谢谢 谢谢 请不吝 好 好 好的 亲爱的 主став 未语 明天 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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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